近日,多家媒体报道,周子瑜台湾家中被雇佣的管家盗窃了 据悉,这位管家有以为家庭朋友推荐 然而,他辜负了子瑜全家的信任 虽然管家并没有偷珠宝或古董 但子瑜的家人很快注意到丢了东西 并向高雄警察局报警 管家很快被逮捕,并找回了被盗窃物 他们发现管家偷走了62张子瑜的照片 11张Trust专辑和两本Trust相册 据子瑜家人说,这些物品是要捐赠的 所有子瑜的照片都是家人亲自打印 并由Trust成员签名 管家被发现将他偷来的商品 放在了一家网上商店的商品列表中 Trust专辑以人民币696元售出 而签名照片册则以人民币2320元售出 管家因涉嫌意图从被盗窃商品中获利被捕后 子瑜和家人最终选择了原谅他 子瑜的母亲告诉警察局 管家今年28岁 我们想给他一次改变生活的机会 我们希望他从这次经历中吸取教训 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我将放弃这个案子 最悉,管家最终被保释 便表示不会再重蹈覆辙 爱的寒舍 美女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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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 好吗 好吗